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爬恒山的小攻略 都说前山看庙,后山看风景 恒山俱美的自然风光 也只有在后山才能真正领略到 灯的越高,望的越远 景色越好啊 嗨,大家好,我是依然 这里是北越恒山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浑源县 是中国的五月之一 但是呢,是五月之中名气最小的 我对恒山的认识 估计和大多数朋友都是一样的 来自于笑傲江湖的恒山派和一里小师妹 后山不要门票,但必须早点去 因为后山是本地人锻炼的地方 早上七点过后就不让继续上山了 建议五六点到山下比较合适 你们还跑着下山啊 厉害 想要爬后山得提前一天到浑源 我们也是前一天下午到了浑源之后 当地朋友介绍并建议我们第二天一早 从后山上开始爬 现在是五月下旬了 早上四点半天已经蒙蒙亮了 后山总体比较阴凉 建议不要穿的太少 另外需要多带些水和吃的 途中可以补充一下能量 这是后山的山门 河之门 北越恒山这块石碑就在河之门的旁边 后山的台阶比较陡 边走边拍照 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山顶 一路俊美的自然风光 让人不觉得爬了那么长的时间 有很多登山爱好者也会选择后山上前山下这条路线 我们爬了快一个小时了 这是后山山门 有点孔高 是从这个一线天顺着这个台阶爬上来 这是最陡的一段台阶了 来到玉带桥 也叫白龙飞桥 远处看着确实很像龙脊 一路上碰到很多当地的沉量者 体质那是真好 下山都是一路小跑 满山叫不上名的淡紫色的野花 空气都是香甜的味道 人手言为妙为孝 特别像侧着身的头像 另一侧是文书塔 里面供奉的是文书菩萨 再往前走就到了白龙王庙 游完白龙王庙出来时有两条路 最好选择那条土路 这里可以通向南天门 南天门也是横山一大奇观 可惜的是我们错过了 顺着山路走上来 这儿有神泉 看看 哦它那也供奉了哈 还有供品 这个是 我看还有一个盆可以喝吧 哦 哦底下放了一个盆 应该是可以喝的 虽然没有太多的介绍 路过这里白龙甘泉 一定要品尝一下 听说不少当地人 也会常来这里取上一点 你们是三点半开始登山还是三点半起床呀 你比我们还早呀 对重要的体验过程 然后后山这一路的风景都特别好啊 马上就要到横顶了 早上五点钟开始登山 现在是八点二十了 我们已经到了横顶 横顶也就是天风岭了 站在横顶观景台上 眺望四周 视野开阔 四周山脉一览无余 大多数从前山上来的游客 通常在这里拍照留影后 会徒步或坐缆车下山 在横顶休息了片刻 恰巧遇到徐山的工作人员 白天在山上 你们都是步行上山吗 我们步行过固定上山 哦 段练 我这走了三个多小时 慢慢走 走到这个路就去垂平山 修道有路就走垂平山 南天门我怎么从后山上来没看到呢 你路过那个北浪马上来嘛 北龙王苗 哦 北浪马苗 看到了 刚那个北龙王苗苗那个方北就 刚那个土路就小着了 哦 从那个白龙王苗苗那儿有一个土路 就可以走到那个天门山哈 南天门 南天门 哦就到那儿 错过了 哈哈哈 嗯 哎呀 你还穿着大衣哈 有点冷 昨天冷 昨天气放了 昨天冷的 嗯 昨天冷 我下去就穿了 哦 下去的时候那凉 我就觉得 下去还得可穿啊 我就觉得挺冷的了下山 好 你慢慢走 快到九点了 距离横顶最近的凉亭 已经有人背水上来 看看这令人打触的台阶 水卖十元一瓶 也真是应该 前山的路就都是下坡了 众多的磨牙石刻 寺庙 宫冠 楼阁 就隐藏于风鸾叠障的前山中 横山景区包括天峰陵景区 翠平峰景区 还有千佛陵景区 目前开发的是 翠平峰和主峰天峰陵 一般说由横山指的就是 天峰陵景区 哪一棵是龙头树啊 哦 这个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龙头树 哇 果真很像龙头 谢谢你 要不然我就错过了 收稿一下 收稿一下 爬一半了 外边北瑞大地 中原店 左青龙 右白虎 看一下 两井相隔一米水质却截然不同 一井水甜美清凉被称为田井 另一井水却苦涩难饮 称为苦井到了苦田井就差不多快到检票口了 后山上前山下可以赏十整座山 从后山的河之门到前山检票口 总里程大概有16-7公里 但是从前山下来之后有很长一段盘山公路 想要下山通常是需要打车 今天是爬了一整座山